花莲县政府连续多年执行了地方产业创新研发推动计划 培养县内中小企业创新研发能力还有产业的竞争力 110年度不只计划经费加倍 想申请的企业只要提具初步的计划概念简报 就有专业团队来协助撰写细部计划书来争取补助 而征件日期是到6月30号 欢迎有创意有想法的企业能够踊跃投鉴 花莲县政府依据经济部中小企业处规划办理地方产业创新研发推动计划 也就是所谓的SBIR 多年来协助了许多在地中小企业成功创业或者是转型开发 也为花莲的经济产业开创新局 110年度SBIR除了计划经费加倍 更用海选方式让想加入的企业能够有专业的团队协助撰写细部计划书 增加入选获得经费补助的机会 地方创新的研发计划 其实执行到现在花莲县政府已经有7年了 不过今年在县长的指导之下 我们整个计划的总预算比以往成长了一倍 县长非常的支持地方各个产业的创新跟研发 但是以往我们可能很繁琐的要写一些的简报书 或者做一些企划等等的 那今年做了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个变革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海选 希望所有我们在地的中小企业呢 你只要先投入你的简要的概要说明就可以 那当你投进来这个计划之后 我们就会有一个相关的业师的赔利的计划呢 来协助大家来教导大家 把整体花莲地方各个产业 企划跟简报的能力提升 那大家在学习之后 会转化成写一个比较正式的简报 那再交由评审委员去做审查 SBIR每案补助最高100万元 征券日期到110年的6月30号 申请须知还有申请书 可以向花莲县政府青年发展中心的网站 辩民服务区来下载 有任何的问题还可以拨打 038-239-860-7076 会有SBIR专案的专人来咨询服务 这里会欢迎时报道